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 我们的天父 我们感谢神女对我们的爱 感谢神呼召我们成为神女的儿女 同样也帮助我们能够扎根在你的教会当中 我们不知道在你来之前还有多少天留给我们 但是我们愿意按照神你的话而活 也祈求神能够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被神所使用 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我们的余生当中彼此相爱 直到你再来也帮助我们能够传福音 让我们总是待在主里当中没有一个跌倒的 我们当中任何有疑问的 有苦难的 有疾病的 也祈求神一一的帮助他们 我们以上祷告是奉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找一下以赛亚书一章 十八节 我们用韩语读一遍 然后再用英语读一遍 耶和华说 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 你们的罪虽像诸红 必变成雪白 虽红如丹颜 必白如羊毛 耶和华说 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 你们的罪虽像诸红 必变成雪白 虽红如丹颜 必白如羊毛 今天的这个主题呢 我选择呢 叫做这个上帝的辩论 在我们刚才一起读的这些经文里边呢 提到了神的邀请 如果我们要想我们这个世上的这种重要的领袖呢 他们是不会给我们留很多余地能够去商量的 他们做的呢 就是说用他们的这个权力呢 来这个压制人 然后呢 就说我这么说了 你就得这么做 所以他们用他们的这个权力呢 来压制 然而呢 神是不一样的 他而是呢 给了我们这样心对心的这样的谈谈话 并且呢 邀请我们来 你知道人呢 是充满了 是被那么多的问题是包围着的 这个人和动物之间呢 是有很多的不同的 这个人不一样的地方呢 就是他们有疑问 他们有问题 有问题 有提问 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你要是想和狗去散步的话 他不会问你说 为什么呀 然而呢 人呢 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是被他们自己的想法呢 包围 然后他们有很多的疑问 但是很显然呢 神呢 是知道这一点的 对这样的人呢 神呢 给我们机会呢 与我们相见 并且呢 与我们谈论 有一本 卷圣经呢 叫做哈巴谷书 这个先知 哈巴谷所写的 这一卷圣经呢 是以提问开始的 所以呢 这个哈巴谷先知呢 是这个问题 提问之子 他有很多的问题 他问了那些问题 向神呢 奇问并且等待神的答案 对这个先知呢 神给了他非常详细的这些回答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谈一些 我们在人生当中遇见的问题 然后来看一下神想要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 在这个世上呢 有一些时候呢 是好像人和人之间有非常这个严肃的这个 这个辩论 但实际上没有那么的 呃 严肃 然后他们谈论的都是一些 非常这个 芝麻点的小事 我们管这个叫做浪费时间 这个提多书三章九节里面说呢 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 以及纷争 这些都要远避 然后在提摩 提摩他后说二章二十三节说呢 总要弃绝那于卓无学问的辩论 因为这等事是起争竞的 神在通过这个经节 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 如果正 没有圣经里没有记录的事情 如果去辩论的话 这个是愚昧的 所以我呢 这个查了一些在这个中世纪的时候 他们所提出的问题 有一个呢 就问的是说 你觉得在这个针尖上 有多少个天使在跳舞呢 这个是那个时代 他们来回辩论的一个课题 他们有很多的这样的辩论 但是实际上呢 是毫无意义 并且这个浪费时间的 我们不是想讨论 这些没有用的问题 让我们来辩论一些 最重要的问题 到底有没有神呢 到底人生的答案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死了以后 真的还有一个事件呢 还是说死亡就是结束呢 这个 人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人要面对这个罪的问题 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呢 还有就是在神里边那里 有不义吗 还有人为什么会在人生当中 经历苦难呢 对这些人所提出 人的这些问题呢 神呢 给了答案 让我们来一一来查考一下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我们第一个问题先看一下 到底谁是真正的神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你知道这个人说 有的人说呢 你不用管什么原因 就相信他吧 然而呢 圣经不是这么说的 以赛亚书里面说呢 你们要查考 宣读耶和华的书 要仔细的看 所以我们一起找一下 以赛亚书41章 我们从第一节开始 众海岛啊 当在我面前静默 众民当重新得力 都要进前来 才可以说话 我们可以彼此辩论 第一节里边说 这个纵海岛啊 指的是外邦人 所以神呢 神在这里呢 呼召所有的人 让我们呢 一起呢 靠近来到这里 彼此的辩论 所以这个 这节经文的背景呢 就是以色列本性犯罪 然后呢 不顺从神的诫命 然后呢 被掳到了巴比伦 做了俘虏 这个 这节经文 正记录在 他们成为俘虏之前 神呢 在这里说呢 在预言呢 说你们会成为 巴比伦的这个 被囚 因为你们犯了罪 不顺从 然而呢 同时呢 神也同样说 你不会永远的 在那里 他会兴起一个人 会帮助你们 会帮你们 调回本国 二节里边说呢 随从东方 兴起一人 这个东方 指的是波斯 这个以色列的 东方 在那个时候呢 就是波斯 和巴比伦 在这里边 二节里边 提起了 兴起一人呢 指的就是 这个波斯王 这个 居鲁士王 谁把他们 如灰尘 交予他的刀 如风吹的结 交予他的功呢 谁从东方 兴起一人 凭公义 招他来到脚前呢 这里边说 四节说 谁行做 成就这事 从起初宣招历代呢 就是我耶和华 我是首先的 也是末后的同在 所以这节经文 非常的重要的原因呢 这里边 谈论了 谁是神呢 就是 在事件发生之前呢 也就是说 比如在 以色列被掳到 巴比伦之前呢 并会成为俘虏 并且呢 会兴起一人 帮助以色列将来 还会让他们 归回本国 在那个 过去的时候呢 这个以色列 这个巴比伦 帝国呢 是非常强大的国家 而以色列却是一个 非常小的一个国家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以色列百姓是 没有任何的指望 能够从这个巴比伦国 被拯救出来的 所以甚至在事情发生之前呢 神能够先预先预言 一个王呢 会出现 然后会帮助以色列 百姓回归他们本国 人是什么呢 没有 人是不能够来预言 并且成就的 四节里边说呢 谁能行作成就这事呢 没有任何的人 除非是神 只有神才能做到 他呢 预先预言 并且成就他所说的话 这就是 这是唯有神 才能做的事情 所以神在说呢 这就是为什么说 我是神 因为以色列百姓 他们呢 陷入了拜我相的罪 所以神呢 在向他们说 我们来辩论一下 到底谁是真神呢 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 我们也看到 有很多的人 在我们的周围 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信仰 有自己的宗教 有些人说呢 哎呀 死了以后就是 死了 死了就是结束 我们 在这里呢 就是想跟他们辩论 到底哪 哪一面 哪边说的是对的呢 哪边是真理呢 神呢 在说能够预言要发生的事情 并且能够这个成就的这一位呢 他才是真神 这个是这个大英百科全书里边 谈到了这个 巴比伦之囚的这件事情 这个由大王 这个灭亡 然后呢 被掳到了巴比伦 成为了俘虏 这个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然后这个基鲁士王呢 他征服了这个巴比伦王 然后呢 允许了犹太人返回他的自己的国家 这个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这个十四节里面说呢 这个被掳到 这个巴比伦的这个以色列人 他们在当时的生活状态 就像是虫一样的状态 然后神对他们说 你会成像虫一样的 但是呢 然而呢 你不要害怕 在十节里边说呢 我会帮助你 我必兼顾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所以你不要惊慌 不要害怕 所以这个是真实的 以色列发生的历史事件 我们打开一下 以赛亚书四十四章 四十四章 二十八节 论居鲁士说 他是我的牧人 必成就我所喜悦的 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 发明利稳圣殿的根基 这节经文是非常惊人的经文 是因为呢 是在事件发生之前的 的预言 这里面在说 这个以赛亚书的 这个写作时间呢 是在公元前七百四十年 到公元前六百八十六年 之间记录完成的 那你认为 居鲁士是哪年出生的呢 所以根据这个史实记载呢 他是出生在这个公元前五百九 到五百八十年之间的人 那我们在这里可以做一个数学题 那根据这个 以赛亚书记录的时间 和居鲁士出生的这个年代呢 至少呢 有一百五十年 在这个居鲁士出生之前的 一百五十年之前呢 以赛亚书已经记录完成了 甚至在居鲁士的出生之前呢 神已经预言了说 有一个国家叫波斯 将有一个王叫居鲁士 会帮助你们回到本国 并且呢建立你们自己的圣殿 你觉得这是人能做到的事情吗 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说呢 我们是完全的毫不知道 将来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就是正是这样的原因 神呢在圣经里面记录了 很多的预言 我们看一下 这个一节里面说呢 我的普日 四十五章一节 我耶和华所高的居鲁士 我参扶他的右手 使六国降伏降伏在他面前 我也要放松猎王的腰带 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 不得关闭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正式成为了真实的这个历史事件 我们看这个居鲁士的这个原住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 这里面说呢 这个居鲁士把这个巴比伦被求的犹太人调回本国直接的确凿的证据 repatiation就是把他们调回国的意思 所以这个正是一个确凿的证据呢 居鲁士呢 把犹太人呢 真的把他们调回了本国的这个历史事件 同样的在以色拉里边呢 也提到了说 这个波士王居鲁士 如此说 这个呢 是真实的发生的 所以呢 这个以色亚 在先知以色亚和这个居鲁士当时说呢 哎 你的名字已经记录在了圣经 以色拉里边 然后当时这个居鲁士呢 吓一跳 所以当这个居鲁士王来征服了这个巴比伦王的时候 然后以色列百姓对他说 哦 我们已经知道你会来了 然后这个居鲁士王呢 作为这个反应呢 也是吓了一跳 然后三节呢 说这个居鲁士呢 他意识到了 以色列百姓的这位神呢 是真正的神 这个真正的神呢 就是在这个以色列的神 在耶路撒冷 这个居鲁士的这个圆柱体呢 可以在这个大英博物馆呢 看到 这里边说 居鲁士声称已经恢复了他们的寺庙和宗教崇拜 这个恢复了他们的这个 圣殿和宗教崇拜 并且归还了他们以前被驱逐的神像和人民 这个呢 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这是 我去过那里 然后这个是六年前的照片 那时候看起来更年轻一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件 然后诗篇126篇 也是 以这件事件为这个基础呢 写的这一 这节经文 当耶和华当 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 我们好像做梦的人 三节里边说呢 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 我们就欢喜 这个是神想要和我们一起做的这个辩论 他呢 先预言了事件并且呢 成就 然后想问我们到底谁是真正的神呢 同样呢 他也和像虫一样的人在说 谁能够恢复你这个像虫一样的人生呢 我们呢 是在罪和过犯当中死去 变得如此的腐败 然后神在问我们说 谁能够把你从这样的状态当中 能够恢复改变 然后给你救恩和自由呢 谁能够给你人生的问题的答案呢 只有创造主 这个全能的神 这个能够知道未来的神 他才能够给你人生的答案 之前我们读了以赛亚41章 然后42章呢 就已经提到了 会派遣这个耶稣基督 然后给我们拯救 并且给我们人生的答案 以赛亚书42章全部都在谈论的是 基督和这个对基督的预言 所以呢 这个是最大的辩论 我们应该有的辩论 谁是真正的神 谁能够给我们人生的问题的答案呢 这里在我 在我面前有很多的这个学生们是吧 你们在学校有很多的这个辩论吗 你真的应该做什么样的辩论呢 谁是真正的神呢 一个人怎么能够去天国呢 这个应该是我们辩论的这个 这个话题主题 然后第二个辩论呢 就是关于人的罪的问题 我们找一下以赛亚书 一章 十八节 耶和华说 你们来 我们彼此辩论 你们的 你们的罪 虽像诸红 必变成雪白 虽红如丹炎 必白如羊毛 这些经文 不是在以色列 他们顺从 顺从神 然后昌盛的时候说的 而是在他们悖逆 然后呢 这个腐败的时候呢 说的话 四节 说 害犯罪的国民 担着罪孽的百姓 行恶的种类 败坏的儿女 他们离弃耶和华 藐视以色列的圣者 与他生疏 往后退步 四节里边呢 就是 直接的告诉了我们 他们就是完全的腐败的状态 所以当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 认识神的时候 第一件事我们应该学到的就是这一点 在我们这个学习圣经之前的时候 我们呢 都自以为呢 我是个很不错的人 很好的人 然而呢 当我们真正的面对这位圣经里面的圣洁的上帝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 我们在他面前是何等肮脏的存在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神呢 却给你呢 发出向他的邀请 神也可以就站在那儿静默不言也可以 然而呢 这节经文里却说呢 耶和华说 然后同样呢 也可以不像我们彰显这个怜悯 也就想就直接公义的审判我们也可以 这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然而呢 他却给了我们机会 让我们和他一起对话的机会 在这里我们能够发现的呢 就是神的怜悯和慈爱 这个呢 是神的邀请 但实际上呢 从 实际上从这个圣经的最开始到结束呢 全部都是神的邀请 这里边 我们这里坐着 今天应该有我们新来的邀请的客人是吧 因为我们有这个食品一卖会 所以我们说了 来吧 我们邀请你们 同样呢 就像圣经一样 就是神的邀请 这个圣经的第一卷书呢 就是创世纪 当亚当和夏娃他们在神面前犯罪之后呢 神在呼喊他说呢 亚当啊 你在哪里 这里面说 耶和华神呼唤那人 对他说 你在哪里 圣经呢 是 从这个 神的邀请开始的第一卷 然后 你们知道圣经的中间的经卷是哪卷吗 如果我们把这本圣经拿起来 然后就打开中间的页的话呢 中间部分呢 就是诗篇 然后在这个中间的圣经的中间部分同样也充满了神的邀请 这个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 发言呼变呼召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他不仅仅是呼召了这个 以色列百姓同样呼召了我们 因为通过神的话语呢 我们得救了 你们知道这个圣经的最后一卷是什么呢 就是启示录 启示录同样的是以神的邀请呢 结束的 圣灵和心腹都说来 听见的人也该说来 口渴的人也当来 这个为什么神在邀请我们的原因 是因为他在他的手中有解决的方法 我们非常出名的一节经文 马太福音11章28节 凡劳苦丹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这个 在罪和痛苦和人生的答案被压的重担的人呢 神在邀请他们可以到我这里来 他没有说呢 他只是说来 他没有说带着你的解决办法来 他只是紧紧的就是邀请我们来就行 这个来的意思呢 就是说对你的罪悔改 然后呢 他会给你解决罪的办方法 因为人呢 是没有任何的 自己能解决的办法的 如果人要是能够解决他自己罪的方法的话 如果真有的话 神可能也就会让他们 那你就那么做吧 然而呢 他知道我们没有解决办法 这就是为什么神只是简单的要求我们说来 来就行 因为他要给我们解决办法 所以呢 来到神面前的人呢 对神说我没有得救的机会 我背负着罪的重担 所以神呢 就邀请这个人来和他辩论 然后神就对他说呢 虽然你的罪 虽像诸红 必变成雪白 没有这个事实上 没有一个人是因为 他有的这个罪太多了 而不能得救的 这个就是他辩论的内容 这里边他谈到的呢 就是罪得赦免的问题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人的最根本的问题所在 为什么人会受审判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罪 所以我们需要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然而呢 在外面的人呢 他们不明白我们人 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然而呢 却在讨论着一些 其实不重要的事情 我们假设要是 就是抓一个街上的一个人 对他问他说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人 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会给出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想法 是吧 我是从韩国来的 韩国人 在韩国呢 现在面对的问题呢 是有这个人口下降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要是问这个问题 问韩国人的话 哦 我们现在所担心的就是这个出生率低的问题 那有的人可能会说 哎呀 这个极端天气的问题 还有就是担心的是这个 还有没有像这个 COVID的这样的病毒呢 还有就是这个人工智能 这个科技的问题啊 等等等等 然而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人 所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罪的问题 因为我们是从罪中出生 并且平生犯罪 所以我们所面对审判 并且要下到永远的地狱当中 所以这个正是 这个原因呢 是没有一个比我们要解决罪的问题 更重要的问题了 如果我们要是没有灵魂的话 如果我们跟动物一样的话 那我们就没有任何的问题 同样如果要是没有问题的话 如果我们死了以后 没有永远的地方的话 也没有 也没有永远的世界的话 那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然而呢 圣经清晰的告诉了我们 是有将来的永远的世界 同样我们在里面 我们里面有灵魂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圣经的真实性是 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需要辩论的 所以呢 这些都会在 我们将要举办的福音不到会当中呢 会一一的会讲述 所以呢 神呢 在说的是我们最根本的人的问题呢 就是罪的问题 我们找一下这个 以赛亚书一章二十七节 这个 是这个辩论的最重要的这个内容 二十七节 西安必因公平得盟救赎 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盟 救赎 西安指的是以色列 这里面说以色列呢 会得到这个罪得赦免 马太福音 十二章 三十一节 耶稣说呢 以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 都可得赦免 无论你犯了多少的罪 不是很重要 因为有你所有的罪能够得到 都能够得到赦免的方法 这里面说的是所有的罪 一切的罪 这个给你多大的安慰呢 主呢 给了我们能够用用他的保血呢 让我们能够从罪当中得到这个拯救和自由 他不仅仅给我们罪的问题的这个答案 同样呢 还给了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这个祝福 十八节里边说了这个罪得赦免的问题 然后神说不仅仅是这样 同样呢 在我们生罪得赦免之后的生活的时候 神也用公义的右手会扶持我们的生活 他不仅给我们这个灵魂的拯救 同样呢 还会在我们的肉体生活 用他的大能的右手帮助我们 这个新约里边也说了 操练身体艺术还少 为徒敬前 凡事都有艺术 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让大家也同样了解一下 这个诗篇六十五篇也同样提到了三种祝福 和这个以赛亚书的一章是非常相似的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诗篇的六十五篇 这个第一个祝福呢 就是三节 罪孽胜了我 至于我们的过犯 你都要赦免 这个赦免呢 就是也是这个 罪得赦免 饶恕的意思 得原谅的意思 这个人所需要的第一个祝福呢 就是要得到这个罪 能够得到饶恕 得到赦免这个祝福 其他的祝福呢 是七次的 对于这个 我们要面对的这个 因着罪要受到审判下 地狱的这个问题的这个 罪得赦免的这个罪 是最重要的 然后第二个 所以第一个祝福呢 指的是罪得赦免的祝福 第二个祝福呢 四节 你所拣选 使他亲近你 住在你院中的 这人变为有福 这个祝福呢 不仅是给了我们救恩 同样的给了我们 能够居住在他 院中的这样的 居所这样的 这样的福 想象一下 如果他给了你救恩之后 没有给你们能够 居住的教会的话 那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所以呢 这个 能够得到最得圣美的人 是非常有福的 同样呢 给他机会 能够居住在神的教会当中的人 是十分有福的 如果没有第一个福的话 你是不够资格能够得到 第二个祝福的 然后第三个祝福呢 就是六十五章的九到十三节 这里边提到的是 在这个地上的祝福 你眷顾地降下透雨 使地大得肥美 这里边说呢 给了水 在这个地上 给 这个 帮助我们 这个世上的 所有的问题 用一句话来说呢 就是我们 每日的 这个祝福 我们再翻回到 这个以赛亚书一章 他呢 在 辩论呢 这个 他给这个 罪得赦免的 这样的 祝福 耶和华说 你们来 我们彼此辩论 你们的罪 虽像诸红 必变成雪白 虽红如丹盐 必白如羊毛 第十九节说 你们若甘心听从 必吃地上的美物 然而呢 问题是呢 仍然还有一些人呢 会拒绝神的邀请 直到最后 所以二十节 二十节说 若不听从 反倒悖逆 必被刀剑 吞灭 这是耶和华 亲口说的 所以这个以赛亚书一章 十八到十九节呢 是指的是 神呢 邀请人 给他们 罪的 解决方法 的邀请 说只要你来 靠近神的话呢 神会给你 解决你罪的问题 的解决方法 这是神的辩论 然后当你得到了最 得到解决的方法的之后呢 你的人生会改变的 一章四节呢 提到了我们在得救之前 是什么样的人 然后同样五节到六节 同样也呢 描述了我们是什么样的 在得救之前 这里边说 我们全心发昏 满头疼痛 我们的头和心 我们的头和心都是 这个冲 也都是这个 生了病的 当这个罪的问题 要解决之后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 清晰的头脑 我们的心 同样也被恢复 我们整个身体 也都变得健康 之前呢 说是从脚 长到头顶 没有一处完全的 所以在我们得救之后呢 我们的头啊脚啊 亲呢 全部都恢复了 我们整个身体 都被恢复了 我们的想法呢 也变得非常的 这个理性 一旦丈夫得救了的话 虽然他会出去 离开家的话 他也会回到家的 这个孩子得救之后呢 他们之前可能 生活非常的懒惰 但是得救之后呢 他们非常的这个 顺从 并且呢 非常的勤奋 你知道这个 罪得赦免的救恩呢 不是一个理论 而是我们真实人生 发生的事情 因为我们这里边的人呢 都已经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经历了 我们再 再看一下 另外的一个神的辩论 这个是 关于神 不公平这样的 神不公义的 这样的辩论 弥加书 弥加书六章 六章 这可能是比较 难找的一卷 圣经 我们可以 看一下屏幕 弥加书六章二节 山岭和地 永久的根基啊 要听 耶和华 争辩的话 因为 耶和华 要与他的百姓 争辩 与以色列 争论 今天的这个标题呢 就是神的辩论 神呢 回答我们人生的这个人的问题和人的这个疑惑 所以这个争辩的这个背景呢 是以色列百姓呢 在向主呢 发出很多的怨言 说 你是不公义的 然后神呢 说那好吧 我们现在就来谈一谈这件事情吧 有的时候这个孩子可能会跟着父母 泡屁股说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然后父母会对 转过来对他们说 好吧 让我们现在谈一谈 我们到底做了什么 我到底为你做了什么吧 这里边说呢 这个 要与以色列争论 神呢 要与以色列争论 在这节经文所描述的就像是父母在跟他孩子要争论的情景一样 三节里边说 哦 我的百姓啊 我向你做了什么呢 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了呢 你可以对我证明 四节里面说呢 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 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 我呢 为你打开红海 给你马拿 然后把你完全给你引导到了这个迦南地当中 我到底对你做错了什么呢 因为以色列百姓 他们忘记了在过去神为他们做了什么 所以呢 这里面做的学生们呢 你们应该总是应该记住 你们的父母过去对你们做过什么 他为你付出了很多是吧 同样呢 也是 神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只是 真的思想一下到底 从过去神 到底都对我做了什么的话 我会知道神从来没有亏待过我 同样在这个耶利米书里头也是 这里面说 亚各家 以色列家的各族啊 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 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 自己成为希望的呢 在我们在人生当中经历人生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会在一种环境当中 我们会不理解到底神在我们人生当中 好像做的什么呀 一定 就像是 有时候孩子是不明白 父母到底做做做的事情是为了什么 但是而且呢 非常明显的是神是不能够 人是不能够完全明白 神要做的事情的 比如说我呢 就还也不理解我为什么现在会在这里 在一个外国呢 站在你们的面前 我们看一下这个 找一下传道书 传道书八章 十七节 这个传道书是这个在人类历史当中 被称为最有智慧的王 所记录的 十七节里面说呢 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 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 任凭他费多少力寻查 都查不出来 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 也是查不出来 甚至这个最有智慧的索罗门王 他仔细的研究 仍然还有一些 他不能够查明的事情 他不能够明白所有的一切 然而呢 他却能够最终呢 能够相信 有很多的事情呢 是需要 时间呢 你才能够理解的 就像是举个例子来说 有孩子呢 现在可能不明白 父母对他所做的一切 但是他们长大了以后呢 他们会明白 那个时候说 哦 那个时候 父母那么做 是因为那个原因呢 在以色亚书五章里边说呢 神已经为以色列做了一切能做的了 然后四节里边说 我为我的葡萄园所做之外 还有什么可做的呢 我呢 指望结好葡萄 怎么到却得到了野葡萄呢 因为他呢 这个摘中了葡萄园 然后给了这个肥料 然后最终呢 结果这些以色列百姓 却就像是外邦人一样 神呢 一切已经都做了 所以呢 总结来说呢 这个问题呢 不是在神那边 而是出在了以色列百姓那边 更能够 还能够做什么呢 还有什么可做的呢 这节经文呢 给我们很大的教训 同样呢 我们站在神的审判面前的时候 我们同样也没有任何的这个 借口能够说出来 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们一切能够过好 这样生活的条件 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当我们能够一切都能够明白的那一天呢 会来到的 然后最后 我今天想要提到的这个神的辩论呢 就是这个苦难的问题 这个一个代表人物要是选项呢 就是这个圣经里边所记录的这位约伯 他呢 承受了很多的苦 那让他呢 不能够明白 然后他呢 说我想与神的理论一下 然后看一下 岳伯记十三章三节 这里说 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 我愿与神理论 这个NIV版本里面说 我要和神呢 来辩论一下 我的这个案件 我想跟神呢 约伯对神说 神呢 这个对我来说太过分了 太多了 因为他感觉非常的不公平 好像是被神不公平的对待了 所以呢 当 人承受苦难的时候呢 人可能会这样说 说神可能是不公义的 但是神呢 在这个时候想要辩论一下 神呢 给了我们几个答案 第一个呢 这个是约伯承受苦难的这幅图 他现在呢 正在 把他 正在向上看 然后把他的口呢 向神张开 然后第一个神 告诉他的事呢 神呢 是创造主 他对约伯说 约伯呀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创造主 我是在所有一切地经 造成之前 就有的那一位 我呢 立大地根基的时候 你在哪里呢 他是万物的根源 在后边的经文记录呢 说 神呢 跟他说 甚至神会 这个喂养那些非常小的被造物 就像乌鸦一样的 我们看了乌鸦到处飞的时候 我们喂他们吗 但实际上 神是喂他们的 神喂养他们 更 然而呢 神想要说的是 我呢 比这个飞来飞去的乌鸦呢 更关心你 得多么的更加关心你呢 然后同样 神呢 要说我们人在判断面前 是不完全的 神对于伯说 你有真正的清晰的判断吗 如果你真的可以判断 这个有正确的判断的话 你可以把这些骄傲的和恶人 把他们都审判出来 你可以把你的怒气都降在他们身上 把这些骄傲的人和恶人 把他们都能够审判他们 如果你要是 给你一个权利 让你来审判我们周围的人的话 会有很大的问题的 因为有很多的情况下 我们呢 会误判我们的环境 误判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这个人挺坏的 然后呢 你就论断他们 然后过一段时间以后 发现 他不是 不是他的坏 然后你会觉得 这个人真的是很好的人 然后过一段时间以后呢 你意识到 哦 这个人一点都不好 我们应该 非常的感恩 是我们没有坐在这个审判的位置上面 这个我们承受苦难 是有原因的 因为神想告诉我们 我们里边是没有 没有公益在我们里面的 这个约伯的孩子呢 十个孩子全部都死了 但是他们去了天国 神呢 这个时候告诉他们说 最终呢 神还是给你祝福的 他的十个孩子全都死了 所以他一定有很多的话 想要这个与神这个敌对的话 反抗的话 然而呢 对这个约伯恩的抱怨呢 神在告诉他们说 你的十个孩子都在天国了 通过这一点呢 神也同样教导他呢 这个孩子的死呢 也同样是有意义的 然后听了这个三个 全部神的这个辩论之后呢 神呢 约伯呢 最终说 你呢 全都是对的 这里面说 强辩的 其可与权能者争论吗 约伯在这里说呢 他 想要控告神 但是听完了神的所有的回答之后呢 他现在呢 要 只能 闭上嘴了 三节里面说 于是约伯回答 一号华说 我是卑贱的 我用什么回答你呢 我只好用手无口 所以呢 这个教导我们 每当我们有一个想抱怨的心的时候 神告诉我们 想要 应该做的就是 把我们用手呢 把口捂上 然后呢 这个 对于最后审判的这个辩论 圣经里面记录了 我们死后呢 会有审判 所以约翰呢 他看到了 一个 白色的大宝座 坐在上面的 甚至去这个法庭的时候 我们也会看到这个 审判官 然后 陪审团 然后这个 律师 然后这个 检察官 他们互相的辩论 是吧 这个图呢 就是最后审判的这个场景 这个人呢 站在那里呢 在与神呢 在辩论 马太福音七章里边也提到了 人呢 仍然呢 在最后那日的审判的时候 仍然在与神争辩 圣经里边说 当那日 必有许多人对神说 神呢 你在 你审判我吗 我不是做了 对你做了这个 那个那个这个了吗 但在那一天呢 神会按照 他们的案件呢 会给他们答案的 在这里边说呢 我呢 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 会有很多的人 便提出了很多的这些借口 说因为这个我不能相信 因为那些 我不能相信 这个在最后那日审判的时候呢 会出现的 然而呢 这里边说呢 你责备人的时候 显为公义 被人议论的时候 可以得胜 会没有得救的人呢 是没有任何的 这个借口的 同样呢 也没有任何的 这个基督徒 他就从那基督徒 没有过好 气氧生活的时候呢 也同样没有借口 在最后的审判的那日呢 我会看到这个 神到底为我们付出了多少的这些辛苦 这些努力 我们会看清楚的 在罗马书二章里边说呢 你不知道神向你倾倒了多少的怜悯 最后呢 这个我们应该做的辩论 这个斯蒂凡呢 圣经里面记录的圣灵凡呢 他与这个以色列人的辩论 这是我们应该与人应该有的辩论 就是辩论 想把人呢 带到神的面前 这个传道的辩论呢 是非常的必要的 这里面提到了这个传福音的辩论 到底神是不是真实的呢 到底圣经是不是真实的呢 这个斯蒂凡呢 在这里辩论了 同样这个扫罗呢 后来叫保罗呢 他那在耶路撒冷语 去变语说些赖话的犹太人 讲论 辩论 我们应该辩论呢 到底什么是真理 这个我们这大里边的学生呢 我们在学校应该和朋友做的事呢 就是说 哎你相信什么呢 我相信这个 那你应该和他所相信的 应该进行一个辩论 这个Bethen和Emily呢 他们同样也是学校的学生 你们应该和周围的朋友呢 一起呢辩论 到底什么是真理呢 安德同样也应该在学校 也在学校做这样的辩论是吧 这个 十七节里边说呢 他在这个 他在这个 这个会堂里边辩论 然后说 还有一笔 古罗和斯多亚的两门的学士 与他争论 保罗总是在 在在讲论 然后最后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 到了 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 自己进了会堂 和犹太人辩论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 与其呢 去辩论那些愚昧的 不重要的事情 来辩论 我们需要辩论圣经里面 非常重要的这些问题 两周之后呢 我们会有这个福音不到会 在这个时间呢 我们应该呢 做一次辩论 这本圣经 真的是神的话语吗 真的 真的有神吗 真的有这个死后 永远的世界吗 我们应该辩论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充满怜悯的天赋 阿爸 我们感谢你 虽然我们非常的缺乏 但是神你拯救了我们 并且呼召了我们 还给了我们人生的答案 祈求神帮助我们能够 通过神的话语 能够得到这个答案 求神能够邀请很多的灵魂 来到这一次的福音不到会 让他们能够来 聆听神你的话语 我们同样也 为所有我们教会 所计划的事件 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还有我们购买教会的 所以一切步骤 求神帮助 我们以上祷告 是奉阿姆的主 耶稣基督名祷告 阿们